黑寡妇原名是一种毒蜘蛛的名字 被用来形容这些女性自杀式袭击者 是因为她们蒙着黑头巾 身穿黑长袍 心怀黑色的仇恨 这些女人蛋 大多是在同俄罗斯联邦军队战斗中丧命的 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的遗孀或姐妹 车臣恐怖分子头目利用亲情 煽动他们为亲人复仇的狂热激情 把他们变成不惜屠戮老弱妇孺的冷血杀手 这些黑寡妇年龄大小不一 最小的甚至只有十几岁 装满炸药的卡车和自杀的腰带 是他们惯用的武器 据俄联邦安全局掌握的情报 恐怖分子头目先把招募来的女人蛋 带到国外接受训练 灌输宗教极端主义思想 行动前 让他们在录像机前陈述自我爆炸的动机 并写下遗嘱 行动时也会有人监视 即使这些女人在行动中想打退堂鼓 她们也随时可以用手中的遥控引爆身上的炸弹 在莫斯科地铁爆炸案中的女人蛋 年仅17岁 她的丈夫是达基斯坦反政府武装的领袖 死于俄罗斯政府军的清教 爆炸发生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3月31号 车臣一个主要的武装组织的头目 乌马洛夫 在与这个组织有关联的一个网站上 发布了一段四分半钟的视频 他身着作战服 宣称两起地铁爆炸都是他下令实施的 并且警告说 类似这样的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们将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发动恐怖袭击 2010年7月12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调查局发表声明 安全部门逮捕了一名 涉嫌参与莫斯科地铁爆炸案的嫌犯 和六名企图发动新一轮自杀式袭击的黑寡妇 他们均是反政府武装的遗伤 安全人员还在他们所处的房屋中 搅和了大批枪支弹药 以及嫌犯在作案过程中 用于掩盖体貌特征的假发 还有他们留给家人的遗书 回顾这些发生在地铁里的爆炸案 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点 地点 人流较密集的站点 时间上下班高峰时期 而且都有两次以上的连环爆炸 为什么被乘客视为相对安全 而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地铁 会频频成为恐怖分子的作案目标呢 究竟是罪犯太狡诈 还是地铁安保存在着有机可乘的漏洞 由于地铁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建在人口密集的市区 处于地下封闭的空间 地铁站点和地铁车厢内 人流密集 通风和疏散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一旦发生火灾爆炸毒气等安全事故 很难在短时间内及时疏散和处置 能在瞬间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死 因此近些年来恐怖分子为了制造影响力 这些公共场所就成为了主要袭击目标 其次地铁的大众化决定了 它很难像机场安检那样规范 做到滴水不漏 乘客进出地铁不用接受安检 才给了袭击者一刻成之机 对于地铁来说 安全问题成为了关乎运营的最敏感神经